现在的收看是NESD2016全国电子竞技大赛总决赛的现场直播 我是陈诗 我是谷笑 我是高高应 好 那么现在也是进行到了我们RNG对战IG的第一轮 第二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么刚刚这场比赛我们看完了也是 IG以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最后获得一个胜利 那在我看来这场比赛其实真的要说是IG 在这个比赛里面做得非常好的话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其实RNG他们也犯了非常多的一个失误 对 那么这边 谷笑觉得刚刚上了这种比赛的话 如果RNG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话 他们是可以获得一个胜利的 中单一定要走起来 主动性要好一点 就是中单上面这个位置可能做得还有点不足 就小虎刚刚那场其实真的也不是他自己不游走 真的就是那个视野上面 刚刚大哥也提到 就是他那个视野上面实在是做得太少了 就是他只要这个发条去游走 他也不敢太推线 就也有可能是他害怕就是对面打野和中单 其实可能是一个 就是可能是一个 埋伏他 埋伏他 对 这其实也不是说个人吧 就这更多的是一个中路和打野的一个配合吧 他其实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要多带点眼什么的 就往中路插一插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然后香锅这边就尽可能地去保护一下自己这边的视野 其实也不用插特别多的眼 我感觉他们刚刚是在红方嘛 就在南方 其实就插着眼知道发条的动向就行了 对 就如果你支援不了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对面在干什么 是的 你不能动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对面在干什么 然后从而去提醒队友 叫队友猥琐一点 小心一点 这样其实就很OK了 对 其实就野虚入口 还有河道那个位置 能察觉到发条的一个动向 因为上把我看到有一个点就是 香锅也是 不是就小虎去下路支援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就是 IG这边的下路立马就撤回来了 立马就缩了 对吧 因为所有动向都会 这种沟通就特别重要 是的 刚刚那场其实也看到就是 RNG这边几次下路 其实被抓的都是挺不应该的 对 它那个兵线 我那一波 就是小狗被抓的那一波 是在兵线在河道很中央 后面没有兵线过来的那一个时期 好 那么这边第二场比赛的一个BP已经开始了 看一下双方一个BP情况 神女新的拉 比较常规的一个强势英雄的一半 莫舌之勇 发条 把发条搬了 有阴影了 上一班 要搬一下 其实我在解说比赛的时候 我都不会去看是谁 是什么选手名字 我就只看是哪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样对我的解说会更客观 我也不怕会得罪人 我觉得不好 这个我就说不好 你们觉得这种行不行 我还是比较喜欢念名字 其实当选手的话 其实就如果有解说 又别人就念你的名字 我还是会感觉挺好 感开心的 但是我就是怕 我知道他是谁的时候 会影响我的主观判断 如果我喜欢这个选手 就算他失误了 我可能说这是一个战术性的实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解说 多多少少都会有 就带一些主观的色彩 一点具主观的实彩 去骗他每个某个队 就是不要太过 我觉得都OK的 就是我喜欢这个选手 我喜欢他的打法 可能我会尽可能帮他多说一些话 什么我觉得这都 比较正常的一个东西吧 而且你就知道 这个人是谁的时候 他可能有些习惯性的一些行为 什么更好去判断一些 对对对 瑞兹 以杰斯 Z Z ZJ泰 这盘阵容完全不一样了 我觉得姿泰 拿这种比较凶的上单 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 对 你看IG这一手半选 半掉寒冰 拿进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是 因为他姿泰的话 他在以前IG打中单 也是以凶著名 是 就打对线 上路的话就比较平稳的 我觉得 他能耐得下性子会 也是挺佩服的 这场他就不准 就不准备再沉默下去 对 拿点那种能打优势的 能引领一点节奏的那种 这盘IG拿了捷拉扶助 就上一盘你的捷拉扶助 这盘我来用 对 两边这几把 这几把这个半选 其实做的都还挺好 这边拌掉奥拉夫拿一个蜘蛛 和这边拌掉寒冰拿一个镜 其实都是为了保证自己体系 比较害怕的几个东西 对 这边也是把暴女拌了 对 这边奥拉夫拌掉之后 其实镜也感觉输出环境更加好一些 两边辅助都是选了一个消耗能力比较强的辅助 这里一把的两边这个下路的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这次世界赛的一个下路组 我觉得波比对杰斯真的这两个英雄超无聊 就一个他也打不动 另外一个杀杰斯也杀不来 两个人就只能发育 就你打来打去杀不死 主要你也没有别的一个更好的选择去打杰斯了 只有拿波比了 这边杰斯会不会是打一个中单 这边凯南看一下 那有可能就是杰斯中单了呀 凯南打波比还好一点啊 中单凯南杰斯上台凯南 果然我刚刚刚拿出杰斯我在想会不会是打一个中单 杰斯打波比的话就选杰斯就挺无聊的 因为他的Q会被波比的W吃掉 少个技能 不过杰斯在这个版本里拿出来的话 他都是出那种就不是出以前的眼泪了 都是出此人伤害的 其实很缺懒 对 就续航能力不是特别的强 对 我感觉RNG这边选手还是有点累的 对 因为感觉都是电子竞技没有早晨的 像这种十一点十二点起来 挺少的 挺累的 说实话我也挺累的 我一般也是十二点一两点起床的 就是一般玩游戏啊 一般都是两三点吧 之后睡觉吧 对 这边大哥刚刚提到这个点也是蛮关键的感觉 毕竟是自己打过职业的 关注到这些喜业还是挺不到的 对 因为一般到了晚上贼听神 你叫我晚上打比赛 可能跟早上状态完全不一样 对 晚上是黄金状态 是 黄金状态 苦笑你直播应该是晚上的黄金状态 对 7点到11点 最黄金的时候 白天都 整个人都萎靡的 对 电子竞技没有早晨 对 起来人还是比较迷的 对 这么一说其实我也想到 刚刚我们从酒店出来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RNG的队员其实都是 懵懵的感觉 挺疲惫的 好 那么这边由RNG对上IGBO3的第二场比赛 马上开始 现场RNG的粉丝也是特别的热情 对 刚刚是IG的粉丝 是 这个是IG的 现在是RNG的 真的吗 都是G 听不清楚了 对 都是G 我们这边带着耳粉 反正观众很热情就对了 对 反正两个支队伍 都是有相当庞大的一个粉丝情 对 但讲道理应该RNG的粉丝要多一点 哇 这个皮肤是多少人的一个梦想 龙虾吗 嗯 我没有 这好像炫彩了吧 UZI我记得他特别喜欢用女警这个皮肤 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比较喜欢的皮肤吧 全军出击 那这一场的话 没有每一场都用不一样的皮肤的人吧 我觉得这种还挺奇怪的 挺有钱的 其实每个皮肤它的一些小动作啊 一些都不太熟悉的 对的 就你还是就是固定用一个皮肤 会对自己的状态有一点提升吧 对 有几款皮肤 它那个补刀手感会好一点 对 这款皮肤名字就叫补刀大神 对 就是有一些皮肤就会影响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玩懦手 我换那个灌狼高手的皮肤 一技能就经常拉空 对啊 就很神奇 很神奇 我觉得没有一个选手会 每一盘用不同的皮肤来嗨 对 这边也是 我觉得下路真的凶 MATA也是直接把自己血平没了 MATA这边其实每次前期做的都非常好 拿自己血量去换对面另一个血量 对 对对对 就可能凶过头了上一场有点 是 也是事业上一场 其实上一场他们前面也很凶 但两极那个点他们两个技能全空了 对 这边也是疯狂的在点人 两极点要抢一下吗 他上一场加那个E其实也是很好的 最后 这边也是早早的退到后面 不给对面机会 相比起来还是女警扇子妈这么一个 就干脆不跟你抢了 我就站后面看着 你也拿我 我就等兵过来 哎 居然漏了个兵 还是比较和平 没有发散人头 这边小虎的话血量有点不太健康啊 他跟AD英雄对线还是很难受 不太好打的 对 杰斯是比较克制睿资的 他这个出装的话我觉得 怎么说呢 他一个蓝水晶加一个这个药水 还是那种廉价的 这样子可以早点回家把眼泪做出来啊 但是他没有带传送啊 那也是 对这点也是 我觉得他现在续航有可能不够啊 是的 对 而且对杰斯 杰斯其实对线挺强的 屏非什么呢 绕过来 但是被看到了 被一个这个东西 挣扎到了 这新版本里面也继续往前走 多了三个东西 三个果子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像能回血 还有一个能看视野 回血 视野 这边踢到我感觉也是不敢上的吧 对对对不敢上 不一定能打得过的呀 这边双buff的一个蜘蛛 香锅也是过去在虾子这边放了个眼 其实还挺有用的 其实我对线的话就是发现对面打野的动向 心里会舒服很多 对 但是香锅怎么刷野少了那么多 就如果你对线是十分精力的话 你可能平时对线的时候要花三分或者到四分精力去再看一个打野的情况 刚刚香锅想的应该是双buff开了之后到对面也出来 这边一个eq打中了 好像直接把对面打残 也是血量压到一个极限了 前期皮层还是比较凶的 是 手长 看五级之后 五级之后就没那么好 没那么舒服了 这边前次回家就已经做一个抖篷了 论长的重要性 短的就要被欺负 这静也很长的 对 近大招跟W多长 对 他平A不长 看他六级之后 随随便便一个东西就是长的 RNG这个阵容感觉又是一个马后期的阵容 皮层这个东西中期皮软的要死 前期强 后期强 中期贼没用 这边双方打野前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干客的机会好像 上路波比补刀被压制了 这边 埃及这边下路补刀被压了非常多 哇 压了 一倍 一倍多 二十多个了 这边直接对比 这个是比较一个多的压制了 这个时间段还是一个有抖篷的解释 应该这边小虎是不太好打的 召唤师技能都还在 好和平啊这盘 Rookie也是早早的拿到一个篮了 上一盘 我觉得是小虎前面很早拿篮 对 啊 这个EQ好像空了挺多的 对 这两支队伍的一个中路也其实是比较好 这边蜘蛛一个下路看看看看能不能 散现 炼珠应该是有机会 炼珠 蜘蛛晕倒 上一盘 哇 拿到一选 小狗也是顺利拿下一选 这样优势滚一滚 感觉又会越来越大这个差距 马塔又掉线了 这边真是 RNG这对我其实跟Snake他们两个打也挺像 就很果断 从来不省闪现 IQ这边下路这一把有点爆炸 我觉得已经很难对线下去了这样打的话 对 而且越到后面 现在女警这个装备越难受 是啊 这个皮诚我觉得要通关了 本来这个时间过一会儿 十分钟啊 这种时间段 而且我觉得打也什么 要帮的话都不一定能帮得回来 对 看看凯南一起下来吧 凯南下来一波说不定就回来了 我觉得就至少两个人 两个人才能帮得起来 一个人我觉得来都是没用的 来就是送三杀 对 如果让皮诚这个英雄 就中期皮软的英雄 如果让他这样滚水球滚起来的话 那就有点拦不住了 很烦人 终于他就带起那个推塔节奏 是的 UZI我看他比赛发现 就是他其实 之前一直说他凶嘛队线 其实他现在配合团队 经常带整个团队的一个推塔节奏 UZI这边不要压过头就好了 就是不要无限在对面塔下那种 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 对 香锅现在其实他整个 整个动向就是已经很明确了 他就是保下路一个法育 对 就是你不停地推塔 不停地推线 把对面打回家 然后推了一个一塔之后 他又可以滚起一个雪球 然后拿小龙 然后再带动一个中上的节奏 其实RNG这边这一把 他整个想法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明确了 主要是小狗这边和Mata 通过个人实力 已经打出很大优势了 对 而且前期关键是 静这边有一个空档旗 他有一个平A的 对 其实对拼起来不是特别的占便宜 可能在组合上选人有一定的关系吧 或者说一级的时候 推线没有推过去 然后一直在塔下 对 两场其实下路有烈士 其实都是开始对拼那两拨打出来 对 爱是这个英雄的话还好一点 他在塔下回回雪 但静没办法回雪 一般都是带那个明火的 天赋也是带的那种明火 对 他就是打优势的英雄 我觉得 就可能Jackraff这边也是刚刚 有点凶过头了 对 刚刚看他对线的时候 其实两边 没有必要跟对面拼吧 其实拿到他们推线推过来 我觉得还是要拼的 我觉得就是 但是有扇子妈这个英雄在 我这边有杰拉 不好拼 不好拼 但是我觉得推线一定要推的 你不推就一直被压着 那你推线的话 你要跟打野联动起来 才有意义 你如果打野不来蹲住的话 你推过去很危险的 就是对面推我就推 对面不推我不推 就有一种这种情况 不推 对 如果你很快地推 我也要推 就是两个人同时到两极 这种情况 就是如果你不推了 我也在这里 我就空线 没推过 刚刚也是 对 雪亮上也是被打得比较亏 而且香锅这边 来了两波也是很关键的 刚刚我没注意 就是盲森这边的一个动向 他其实一直在刷 我看他 对 他这场其实中路他是 中路可能 机会不是合影 其实也不太好 帮下路血量太低了 对 就是如果要干客 也是在这边 自己这方 血量健康的情况下 然后上去留人 如果血量太少 你上去留一下自己 一下死了 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对 他现在只能做一个就是 保护你 所有的反对 对 现在也是凯南等级相对有点低 就看看在六级之后 这边 埃及这边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 还是要保护一下下路的发育吧 虽然 这个太关键了 埃及下路发育不好 但是他们上路发育可以的呀 没有 他们凯南 凯南发育起来还是不错的 就是我能把你兵线压住以后 我就可以溜了 我溜了我无限的可能 我不信 你不信 我们看看好不好 我觉得凯南还是可以的 因为上路凯南 他对线是强 但是他 带节奏能力没那么强 对 也是就跟上场一样 就是如果马塔没有那个眼位 其实他也没什么机会 上一场 他是因为冰线一直被压在自己的打压 下路真的优势劣势太大了 是比较难以处理的 上路的话我还能抗压 对 那你凯南能怎么样吗 吊起来杀 我就在塔下一个抗压的情况 没办法的 中单一起上去 这边是不是要接吻了 那你强烧我吗 我让你强烧了 是要接吻了吗 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腼腆的 我们工作人员也是很不容易 就是大清早的可能饭也没吃 不过我们也没吃 是啊 我有点饿了 看着他们吃饭 哈哈哈哈 妹子好像比较害羞 真的说起现在的我们就是 游戏的观众比以前要幸福的多了 嗯 今天观众也是蛮多的 也是应该是露破的小粉丝 你别遮脸啊 我不想看你的牌子 哈哈 就现在我们看到 刚刚那个整个舞台的灯光啊 音乐真的非常的悬 以前都说演唱会好看好看 嗯 现在真的电竞的比赛的这种灯光 舞台效果比演唱会真的要强太多了 是 音效我觉得挺震撼的 对 我之前看了一场LPL的一个夏季总决赛 哇 那个气氛太好了 嗯 就现场看比赛 跟在家里看比赛 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现场范围好多了 对 妹子还挺多的 这个夏季 其实挺多的 是 难道是因为我眼里只有妹子吗 哈哈 你知道就好了 就现场一波激杀 那个欢呼声 你能感觉得到的 你就自己很容易融入到 那个里面去 嗯 对 所以说就是电子竞技这个 就跟篮球足球一样 NBA啊 你看世界杯的时候 对 有条件还是要到现场看 对 好像这次比赛也是Lupo和Mata的 就是最后 最后一次 在中国的一次比赛 对 就是很多Lupo和Mata的粉丝 也好像是来到了现在 对 早上那个酒店门口都被围满了 对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纪念价值的 是 意义的 我也希望 嘿 为什么我们导播总是喜欢拍别人吃饭呀 我们导播还是很坏啊 但感觉是 这位大兄弟就很自然 我特别喜欢跟这样的 你拍啊 我吃 跟我们这种大兄弟吃饭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有时候跟你一块吃饭的人 如果吃得很香 你自己会觉得胃口特别好 是这样 是这样 是吧 是 是 就感觉能多吃一点 就你主要发现 妈的菜怎么疯狂被他吃 那你自己要多夹一点 你就 抢着吃才好吃 是啊 就家里有兄 就现在大多数都独生子女嘛 就家里有兄弟姐妹的人 可能感受会明显一点 就以前家里可能条件比较一般 然后我爸做那个糖醋海骨 然后 别说别说 饿了 说到吃的 就是厦门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那个 你别说 冻虫子 冻沙虫吧 应该是冻土笋吧 应该是叫 冻土笋 对我昨天就吃了一下 就真的是虫子 冻着的 还挺好吃的 就比较恐怖 真的很恐怖 就跟蚯蚓一样 好吃蚯蚓 高地平可以的 高蛋白 你下次直播好不好 这还挺好吃的 下次直播吃 直播吃 就第一次吗 你买一盒回去 下次直播吃 挺好吃的那个东西 你看现在这个饭点了 暂停的时候 大家都在嘴巴在动 饿了 看我们好饿 真的好饿 但看比赛的时候 不会有饿的感觉 选手饿 我们饿还好 选手饿会影响的 选手应该自己 会准备一些巧克力 之类的东西 选手不吃饭 就比赛的时候都不吃饭 电子精进没有吃饭 吃饭 血糖会高 对吧 就感觉 就是迟钝了 清醒一点 不吃饭的话 我脑晕了 不吃饭的话 所以电竞还是比较 对 我经常去打直播之前 我也不吃饭的 感觉影响最大的是UCI 会吃些巧克力什么 我看他我就觉得他热 所以还是比较难受的 对 而且有时候比赛 打到凌晨 打到很 有时候有些比赛 打个七八个小时什么 真的挺累的 对 今年的其实我们LPL还挺戏剧性的 像Snake 十连战 还有IM的什么三级跳什么 就是有了这种戏剧性之后 就觉得这个比赛越来越好看 对 今天也是 在晚一点的时候 能够看到Snake的一个比赛 Snake打这个老干爹 老干爹也好久没有看到他们比赛了 是的 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应该是可以回到游戏方面了 他在调试 我导播很调皮啊 有的游戏 又是这大兄弟 再吃鸡腿 加鸡腿 这一口不敢啃下去了 啃下去 吃了 你觉得吧 吃这种大鸡腿 最后那几口是最尴尬的 就那个鸡腿骨头很长 然后你 你怎么吃能优雅一点呢 你就很 就拿着手湿啊 优雅啥啊 哈哈 知道也是啊 感觉 就拿手湿感觉 吃的香一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你不觉得吗 就你拿个鸡腿 就拿手湿完 然后舔舔手指头 哈哈 就特别有味道吗 瞬息手指 好这边比赛又回到了 这边也是疯狂 A他 哇这边 点了几下 凯南打波比就很舒服了 是啊 凯南这边补带也是压了不少 主要凯南他攻速比较快 手手比杰斯长 这个抱头要不要A一下 波 好的 算了 杰拉还是 杰拉伤害也是很高的 打一个雷霆出来伤害好高的 经常有那种杰拉伤害比C位还高的 对 整场输出是比C位输出还高的 杰拉就刷伤害啊 他可以 而且你经常就是打起团栏 你管不到那个东西 是啊 你没点AOE那个东西还清半天 而且到S7以后 更有理由不做辅助装了 军团被弄坏了嘛 没有那个光环了嘛 那杰拉就更可以 我就是要做兵杖 中路这边也压了挺多刀的呀 感觉应该有20个了 上中这边弥补一下下路的劣势 哇 这边打刀补的真的稳 这样压你就落了两刀 中上的话这边还是压了 两边都压了20个 下路这边亏了40个 好像一来一回 挺稳的 凯南的话他在出这个AD跟AP上 怎么选择 看现在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我感觉他出AP会好一点 他出了这个AP 肯南还是出AP 他出跳枪 他出那个推推棒 直接就用大招消耗了 然后想配合相过的这波强杀嘛 要压一个血线 好像没有选择的强杀 这边被演发现了也是 这边看到盲森在对面野区在这边Ping 他想绕个后嘛 来波回弦踢嘛 他也是直接 又是跟上台一起 是把对面结识带了过来 要对下面进行一个围剿 好 中野来到下路 这波好像是比较危险 有没有意识到好像应该是能跑掉 来波反蹲 这边直接网住了 安全 这波撤退的就很好 所以说视野的重要 对 你看其实RNG这边也没有方特别多 这边IG也是跟上把一样如法炮制 也是在中路有一个视野的优势 然后拉着中 这边一个对打 相过刚刚也是好稳 他身上已经没蓝了 就是不回家 我就卡一个视野等你们一波 是 我就丢个蜘蛛网出来 然后他现在没蓝了 还敢侵入对方野区 稍得不行 他就逼退一下你 没那个王挺危险的我感觉 对 要逼一下那个蓝buff是吗 摸眼阿闪还是能弄一个人 这边还过来想偷一个蓝buff RNG过来测印一下 这个其实被视野看到了 偷掉了 偷掉了 这个这波可以 就空蓝的情况下他敢这样做 是 蛮功产的 他关键你看他也是在整 每个路口的点都有 主要对面下路 下路要回了 对 不能过来支援 武术鞋 看看他这波能不能带节奏了 中路好像劫尸 比较危险啊 有个W吗 差一点 没了 没技能了 这边杰势也是带了个进化 小子 一个阿闪踢回来 但是伤害不够啊 反正是把自己害死了 一打三换一个 一打三换一个 还有一个虚弱 好像小谷没有传过来 取消了一个传双 传过来的话估计自己要死 也不一定 他有个虚弱 其实还好 闪现加虚弱都在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杀一下的 那这边 他蓝不够好像 对 这边香锅也是 怎么说呢 操作是有 但是他 没伤害 他自己血掉的太多了 雪量本身就很低了 对 他一个阿闪的话 他已经 残血的状态了 对 他刚刚其实跑也跑不了 是 应该能跑掉 还不如开个弹 一脚踢走感觉 溜一下 直接换了也不亏 说实话 是不亏 晓鲁这边 就是耗你的塔 一血塔 好像AD 一直被压回去 这个塔 应该也是要没了 就我们前面说的 就这边一直 哇 再来一下一个Q 哇 这伤害 这波没有大招 心疼一下 晓鲁跟Mata配合还是 一血塔 650块 这个优势就有点大了呀 对 这边打了FO是什么 这边回去估计 掉线吗 晓鲁可以合 无尽了吧 好 钱真的多 六成桩了 满了 攻速 压了50刀 你敢信 压力一半 一倍 正好一倍 是 十一分钟压了50刀 杰鲁拉夫这边感觉 那中路这边 瑞兹也是把这个补刀 这优势是有的 其实更重要的是看 我觉得小狗接下来怎么处理吧 对 如何去把这个优势扩大 我觉得才是比较 注重的一个点吧 对 这条火龙做一下文章了 前面瑞兹不是被压了很多刀吗 现在补回来了 对 就瑞兹等级起来 你有装备之后 其实发育还是很紫色一件事情 主要是瑞兹拿个蓝buff的话 刷冰还挺嗨的 两个一技能 这那的 而且有机会还能耗到对面那个鞋 那这个时间段感觉其实杰斯已经 不是特别好打瑞兹了 就推荐起来 没有瑞兹那么轻松 杰斯推起现在很难受还是 对 中期的时候杰斯是要发挥一下作用的 我伤过这个手还挺好看的 好像一般 就是选手感觉手都挺长的 挺好看的 是吧 对 我感觉你就不长 我的手挺长的 也挺好看的 究竟是夸自己的 好的 这边这条 第一条火龙的话 RNG这边应该是 RNG不敢打吧 应该 其实RNG把这边下塔推了 其实对接下来发展挺重要 因为他推了下塔 对面AD的话更好的就可以发育了 对 其实烈士的情况下 我更更希望就是对面把这个塔推得越快越好 是 就我能控陷了 这一波敢打 可以的 这波对面凯南有TP 波比没有TP 对 对 凯南这边推到塔底下 应该就想找一个TP机会 看看这边IG的一个野过来 这边是直接TP 要打架了吗 瑞兹是没有招 多比那边是没有TP的 这边直接死两个 还丢一条火龙 这边 我觉得奇怪 怎么这波敢开的 自己上当没有TP 对面有TP 对 这个时间段凯南的作用比波比较大得多 这一波好伤 非常伤 对 这一波这边把塔推掉了 然后这边AD会一直处在一个发育的阶段 这边AD补了20个刀回来 凯南上来 开一个大招 定功路一个加速就跑了 可以控了一下 中路塔 把你拔了 这个就联动效应了 这很伤 不只是死人丢龙的问题 这一波很偶伤啊 下路AD发育也起来了呀 差距也没那么大 混了个人头和助攻吧好像是 对 但是刚刚幸好就是 UZ还没死 这还不错 挺亏的 太莽撞了 这波打得太莽撞了 对 我觉得优势没有多大了 这样的话 对 就下路的话 其实优势也没有多大了 对 ID应该一直就已经想好 就是他这一步 这一个点这个时间段 这个timing他是 可以打回一点东西来的 对 这个时间段就是 瞎子6已经 全技能刚刚有大招 而且刚刚这个 不是IG找的机会 是你们送的机会 是RNG自己送的机会 觉得是RNG太 他没有想到 对面会直接出来跟 我觉得这怎么能没有想到 就是我的上达明显没有TP 因为他觉得下路烈势这么大了 就是一个心态上面的博弈 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不一定会觉得 对面下来 会冲出来拿这条龙 对 因为下路烈势已经这么大了 而且关键 刚刚你中单瑞兹的状态也不好 对 对 这一点应该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我觉得就 上来敲起来 晕住 哇 这个闪现交得比较苦 这个闪得好快 本来敲起来 这个晕是必晕的这一套 这一套 这一套是快的 拿一个上塔 这边凯南还有想法吗 在那边 要不了了呀 这个塔 凯南别搞了吧 就就Q嘛 杰拉上来 这边杰拉比较危险 杰拉比较危险 这边也是打不死路破的呀 包过来 这边还要战斗吗 这边瞎着一个提 踢一脚 然后不敢上 这个杰斯 反而送一个闪现 凯南上来交个大招 这边配合有点失误吗 哇 可以 这波可以 这个护盾 有E吗 有E吗 一个EQ炸死了吗 还差一点点 哇 炸死了 可以 凯南这波立功了 说实话 还打赢了 我觉得这边 IG这边有一个配合失误 就是 小孩把那个 小狗踢到那个 Roki旁边 但是Roki那个时候是炮形态 对 他刚切换形态 好像没技能了 小狗刚刚是想踢到 那个中单那边 但小狗刚 不不不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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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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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捶墙上 没捶到 捶一下 给一个W 一个人顶住1万个人 反而上头会被杀了 继续往前追 吉拉已经死了 差一点点 这边的话 蜘蛛有1吗 好像不用1技能就死了 好的 人头让给游仔 有Q技能 风走位 还可以 本来是一个 辅助换辅助啊 撞了一个AD的人头 这两波打的都是一些遭遇战 对 小虎站那边也是 有了很久 这个危险了 好像比较危险啊 支柱一个1技能 闪1然后一套技能 1技能跟上来 1技能掉到结石这边 挺好的 刚刚这波要是我 我就继续追了 能换成这个终结也不是很亏 是 好像上面凯南这边也比较危险啊 但是应该单杀应该杀不了吧 状态非常好 张国现在等级上面 好 现在女进好肥啊 这个补刀领先50个补刀 三个人头 先要做无尽啊 还是先要做 那个飓风 巨风吗 无尽 两个一起做 无尽 无尽拔出来了 所以他和巨风也没多少钱啊 我们看RNG这边 两边都是带满了针眼 新版本没有针眼了 有啊 那个东西 那个叫什么东西 一个怪怪的东西 嗯 新版本的控制手位确实很怪 就有一些单位 你不知道是属于伪装 还是属于隐形 对 就很麻烦这个理解 啊 姿态这边直接是做了法船出来啊 对 现在很多都直接做法船 你知道吗 发条其实 主要是因为凯南这个东西 出别的装备没 没效益 就收益很大 对 他AP加成 加成太低了 他只有出穿透装备 他的伤害才会变得很高 对 小条龙 半分钟 这条龙要不要 波比再往上走 这时候波比又是没有TP的 这条龙是什么龙 火龙吗 呃 没有给到镜头 现在这个时间转 双方速 节奏速慢下来 都在补一个发育 RNG又是主动去碰这条龙 但是别忘了 凯南是有TP 波比是没有TP的 不要又是重蹈覆车 同样的剧情 对 前面几波 凯南真的已经发挥出了 百分之二百了一个 是 看 红包袱 给到小狗 而且出到腰带 其实凯南就很有话语权而已 对 等一下波比把这波兵推过去 有没有机会走下来 波比应该要走下来吧 是个风龙 风龙其实对大家的吸引力不是很大 都各自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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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RNG其实有机会 他兵线 这边是反推出来的 风龙是加40速度吧 现在 这边要一个对打 要单杀吗 很危险 哇 上来直接一串 然后一个Q回头 凯南TP下来 不敢追了 不敢追了 这边小孩应该也是能走的 凯南TP好像被打断了 还是主动取消的 不知道 哇 这一个Q 一个大招 能不能 大中 擋一下 但是自己比较危险啊 哇 好惨 差了一点点 有没有来打个炮 下次这个Q差一点点 解释 哇 这波节奏 小虎应该是被阴了吧 我觉得 而且上一波他应该虚弱美好 对 他刚推出去那个位置 其实 回头打也没办法 走也没办法 是 很尴尬的 挺不小心的 那这波 这边 就像我们其实皮层的强势器来了 哇 这两下 是 他飓风做出来了 飓风加上无尽 现在是他的强势器了 两件套了已经 哇 直接顶住 给个大招 哇 直接干死 这我们前面就说 继续 反向翼过来 这边有大招吗 哇 姿态也是暴躁的不行 这个 我觉得反向翼上去有点太膨胀了 毕竟人家是一个凯南啊 对 看小狗在摸老头 对 你当我是杰拉吗 哈哈哈 凯南一个回头 哈哈哈 没办法 杰拉没反手能力 凯南 他其实 伤害挺高的 现在这个点 对 哇 这波又是RNG送了一波节奏 有点上头了 是的 主要是又再点出节奏了 嗯 但是他没想到凯南爆发这么高 哇 蜘蛛也是死了 这边睿直的话应该是也没有什么 他这波过去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 他也抢不到龙 而且也没法拖对方时间 没必要过去啊 对 没必要过去 好像要死了呀 开大招 一个闪现 可以找掉 位置还是危险啊 哎 这边要反打一波 博比在后面一个一技能吧 可以 博比 博比这波TP可以的 对 继续追 能不能追 Rookie这个位置比较危险啊 博比就在旁边应该能一到墙上 来 这边比较危险了 直接杀了 想太多了 我觉得 直接大龙 现在凯南在下路没有TP 敢不敢大龙 对 女警这个装备 应该是直接要打了 应该是直接要打了 直接打 这波节奏找回来 我觉得Rookie这波没必要回头了呀 直接走啊 这边啥子吃了 是的 想的比较多吧 这波波比的TP太关键了 本来是小虎这边很危险的 波比一个TP过来直接逆转 对 其实也是看到 诶 怎么 小虎直接回了吗 哦 哦 路波直接回城了 诶 诶 诶 这一波挺关键的呀 是的 这边小虎就教科书般的优势AD 怎么玩 各种带推塔节奏 你看他三座外塔都是他推到的 对 是 而且IG这边少 一个人还不敢去守 是的 不是C位还不敢去守 没有清明能力 刚刚杰拉没有清明能力 直接被小虎黏着一顿 嗯 而且小狗 这边也是 感觉也是 拿了大龙之后应该也是一波 一直在交流 两边 IG这边的话 其实 稍微缺点清兵AOE感觉 我觉得小狗现在已经 比较难以应付了 对 三件套子出来了 他又捕了一个火炮 我的天 那看凯南了 凯南进场像刚刚一样 能不能把他秒掉的话 但我觉得他刚刚吃了一次凯南的亏 我觉得他应该有所警觉了 对 小狗的话 我觉得 E技能 没有那么好机会 捏着 弄弄弄弄弄弄住了 看RNG这边就是我们上回 我们主要谈到过了 靠兵线做那个签字 对 只能穿着支援过来 皮成手还挺长的 其实注意一点 凯南不一定能 晕住的 中期的时候 结实的伤害还是可以的 这个大招留一下 强迫一下 如果在前面挡住所有技能 这时候有个肉是真的太舒服了 肉的不行 是真的肉 顶过来 先秒一个辅助 继续往前推进 这种时候有个肉顶在前面 真的是真的舒服 太舒服了 胯下疯狂叔叔 是的 结实一步还是挺疼的呀 这炸两下 没有主动拳了现在 看看凯南又回家了 凯南现在沙漏做出来了 等大龙buff过掉 是有机会可以一拼的 闪过来 直接一个RQ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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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骗了一个闪现出来 吊起来应该是cd的 吊起来他会被踢死吗 吊起来是不会被踢死 但是下来还是要死 下来还是反死 拖时间啊 而刚刚拿是直接RQQ 升天了我直接 磐石大仙 升天了 感觉小孩转打打野之后 野区自由奥翔 这边好像连着RQQ 这边好像连着RQQ 可有支援过来了 这是一打二吗 哇 直接越过 要直接杀一个UZ UZ好像直接死掉了 然后这边的话RQQ 应该也是没办法 直接换掉了一个捷尸 直接Q闪 没有Q到 这边AD来了 三个人过来包住 好肉 但是瑞兹 然后 还要去追一个LUPER吗 要确定 放 绕着小虎去杀这个LUPER 小虎这边也是 闪现走 闪现Q 然后能不能杀掉小孩 下一个W多久 EQ 能Q中吗 太远了 好像没机会了 这波小虎真是 这一波真的是 可谓是螳螂土蝉黄雀在后 对 就是一个一个感到 你在后面打我队友 我就在后面打你 对 然后我又在后面被打 对 我觉得三层 对 都不是正儿八经的面 三层连环 面固变得团 就 那个 就是劲跑过来 就是打波比嘛 然后后面又摸出来一个瑞兹 对 这还是没想到的 对 刚刚的一点也是 他这个时间段爆发特别高 你看他 主要 这个波比是真的肉 对 他直接一个人吸引了三个人 是啊 波比现在升上也三件套了 感觉 小狗挺难受的 感觉 对面就疯狂 就是盯着他杀 对 现在 就疯狂闪现 跟住 什么匣子回旋踢 凯南闪现大招 跟 现在瑞兹已经装备蛮不错的了 对 对 RNG这边两个C位现在伤害都非常高了 对 就等你去疯狂的照顾小狗的话 这边瑞兹谁要去盯住呢 对吧 不过 不过蜘蛛这个出装有一点小小膨胀 做的是全AP这个蜘蛛 是 他没网肉做 有点脆说实话 对 纯靠波比一个人扛 Looper一个人就能扛住 刚刚你看他 主要小狗这边也没有人太好地去保护他 对 就前面几波其实打的都不是正儿八经的 正面无微舞的团 都是一些野区的遭遇者 就IG就喜欢这样 就打你的出不及防 就你们人少我就疯狂开团 有瞎子 就IG 有瞎子有静的存在 开团挺简单的 对的 这边比赛回到 近大招流人和W都是一个很好的流人的那个 还有瞎子踢 凯南的一加闪 反观 RNG这边的话 开团能力就不是那么的强 不一定 瑞兹 你飞 我带着波比飞 对带着波比飞 那你自己死了 谁杀你波比啊 我就杀你啊 杀你瑞兹啊 抓落单的话 没这么多飞的哥 不能乱飞的 飞不好就背锅了 对 RNG这边往上路推 近也是直接一个大招 完美谢幕 逼退一下 打不了多少血量感觉 都打在 蜘蛛身上 50一刀 这边波比一直黏着这个杰斯 就跟你玩分推了现在 对 就这边直接分推 杰斯拿他没办法 这个大肉 对 关键上面IG开不起来啊 这边杰斯跟 凯南都是直接去上路手 就下路手线了 是 杰斯一个人处理不了波比的 下条小龙刷新了 这边还是比较一个平淡的时候啊 吃你蓝buff 相互刷刷野 配队兵线 对 这边虽然二人技术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啊 但这边小龙全是被IG控在这里 嗯 打了两条 裂了呀 对 打了两条都裂了 被对面弄了几下 现在安安剧已经慢慢找回节奏了 是 这个瑞姿起来了 加上这个皮城 现在 哇水银细带做出来了 那就没这么好打咯 对 水你怎么开团 水银细带啊 救不了他呀我感觉 我觉得他有一个意志 加上一个水银细带 很难说 很难听 回旋踢在这里 回旋踢 这个就看你的闪现位置了 看你站位了 回旋踢这个东西 你是 细带紧也不了的 那是 就看你站位了 华瑞姿已经把帽子做出来了 我回旋踢在这里 在我面前 你细带有什么用 回旋踢这个东西还挺烦的 如果虾子回旋踢 强制位移你 如果虾子回旋踢这么简单的话 那待会波比绕后垂飞也很简单 就如果你的站位足够谨慎的话 是不会被这个虾子干的 波比锤 非只能锤 往家里锤 没用的 给你锤起来 你知道吧 就波比 我一开始玩波比的时候 我以为 就是我的锤往哪锤 那些人就往哪飘 我以为这种设定就牛逼了 对 我一个绕货他们把你锤到我家泉水去 是吧 其实这种设定我觉得更加有意思一点 那太无解了这样子 也没那么无解吧 可以削弱一下他其他的能力啊 就让上单更加的有功能性一点 他现在功能性已经很强了 每个技能都是 就一个E技能 直接开龙 W还是很无敌的 把一个EQ炸到了 还掉了挺多血的 关键时刻给了这么一个 这边好像是直接Rush大龙了 好像交手了吗 交战了吗 我看这上面 什么Buff跳来跳去 你从刚刚那个头像上 你能读出些什么东西 这边一个大刀 锤飞 只是阵亡了一个波比 双方没有更多的损失 这边状态不好啊 对 他刚是TP到那边 结果队友已经撤退了 被打残了这边 不能乱去碰龙啊 刚刚小龙已经吃了个叫醒 是稳嘛 就是万年铁律 好像RNG也陷入了一个 比较僵士的局面啊 不知道如何去 这就是你前面刚刚说的 他们没有开团能力 对 所以很尴尬啊现在 看蜘蛛了 跟我讲 能不能一到一个 一到一个完美 对 他们刚刚其实 而且他们推塔也不好推啊 有凯南在这里 对啊 凯南最喜欢你们推我塔了 我绕个什么地方 就一个打五个很简单 就你五个人在塔前的话 对 就在一开始 其实推外塔的时候 RNG还有点尤识 大龙也不好拿 这就比较尴尬了 这个局面 对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拿大龙的 你们能抓住 哎 滚住了一个 直接秒了 那这就是一个大龙的机会了 我觉得RNG还是这边 要有点耐心 就要 这边也是严重了疯狂射三下 直接就打成残血 那这一波大龙有希望 不过有个凯南 一切都不好说 凯南在那边已经埋伏好了 这波也不好说 说实话 这个地方他们是没有发现凯南的 这边也是疯狂想多消耗一下 哇 这边又再也是直接被炸成一个残血 水银带已经交了 一个大招射一下是射谁 好像瞎子挡了一下 这个波比让后能不能留住人 很关键这一波 好像被一脚踢 踢住了 也是 对面跑的也是很快啊 这双方各种技能乱飞 都很稳健啊 安静还是要埋伏 就等对面过来 这边好像是有机会了 这波肯定是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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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不能留到更多的人 就看凯南能不能留到更多的人 就看凯南能不能留到更多的人 好像对面AD被黏住了 翔哥这边是死掉 换掉 哇又再一个闪现进场 是把对面 AD给干了 这波几乎打了一个团面 剩了一个残血中单 那他们选择是推高地还是拿大龙呢 拿大龙 中路的兵线推不了高地 肯定拿大龙 高地其实也可以推 要推吗 要推吗 他们还在商量呢 对 这边在拼有分歧了 应该是想把线推过去的时候 然后让对面处理兵线 他们来打一大龙 仔细想一想 对 拿大龙 因为那个兵线不好上高地的 对 仔细想一想拿大龙要好一点 对 刚刚这波关键的这个 凯南的位置太尴尬了 直接被对面控了 因为我感觉皮城这个英雄 再加上他们团队拿个大龙 推其他的塔很简单 对 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皮城手长 手长有夹子 然后塔前方一点夹子 你又不敢出来 最烧的是 下一条是巨龙吗 那种远古龙吗 还没到35分钟 大龙的话可以把外塔推一下 但只有一个外塔了 现在杰斯已经到他的皮软期了 三十多分钟 轻语都没有做出来 对 而且前面看到UZA 他两三下就 主要有个波比在哪里 他跳不起来 对 没什么反打的 想要poke也poke不了 我波比挡住你 你一个血都打不掉 他冲进去Q那个伤害 其实他能打很高的 但是有波比在 他裂了 Poke阵容就只能打打优势局 是的 好像现在截子都要冲进去锤的 不poke的 现在这个版本的截子 都要冲进去锤的 你现在冲进去锤 尴尬是他直接会被对面 四个秒 是的呀 所以 就是 主要是怕波比 埋伏 这边埋伏一波 打在瑞兹身上 都已经不疼不痒了 现在 而且现在瑞兹还是偏脆的 其实 对 这边 不比复活甲 哇 除了这个复活甲 谁想摸他 两个复活甲 谁想摸他们 金刚波巴比 打不死了呀 对 不能说这种东西 说这种膨胀的话 我这波无敌 好吧 马上被打脸 也不能说打不死 就很难死吧 很难死 对面这边 这边AD连轻语都没做呀 你看你看 直接推 打在身上 打了一个盾 就你看拿了大龙 他们就感觉 可以 上一上高地 没什么困难的 哇 蜘蛛膨胀了一点 蜘蛛这波膨胀了一点 蜘蛛被淋掉了 然后凯南进场 但是没有办法 哇 直接 什么血都没打到 就直接死了 我觉得是要被一波了 那这波死太多了 真的要一波了 我觉得有机会 一波的呀 哎 这边也是被禁锢了 哇 蜘蛛冲上去也是疯狂的平A 哇 兵败如山倒 一个一个接着死啊 好像是要一波了 好像 好像没兵线吧 兵线没到 兵线没到 有有有 来了来了来了 頂一下 双杀 这边小虎好像是带了一波兵线过来 感觉我们要提前 恭喜而鸡了吗 对 好像是这样 基本上是 小狗这一盘装备太好了 发育太顺了 对 小狗应该是MVP了 这边 全场都是他在盘和节奏 对对 肯定 当之无愧 就从对线的那个时候 哇 这边是帮小虎 要虐拳了吗 哇 虐拳团灭 好像冲进去嗨了一下 恭喜安芝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恭喜RNG获得B.O.3的第二场比赛胜利 目前双方一个1比1的比分 要进入到一会儿B.O.3那个决赏 决赏 谢谢